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習兩會對趙樂際震怒 敲桌 傳音報告泄露這機密 網路瘋傳的習近平皺眉閉眼罩 是真的嗎? 美英政府和聯合國人權高專 譴責香港通過第23條國安立法 越共政壇地震 總書記接班人 國家主席自請下臺 今天是3月19日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請您多多支持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將推動油管推薦我們的視頻 讓我們一起成長 也請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習兩會對趙樂際震怒 敲桌 傳音報告泄露這機密 中共在月初結束的人大會議上發生插曲 網路上流傳 最高法院院長和最高檢察院院長在人大會議上做的兩院工作報告 引發了習近平的強烈不滿 當會議進行中時 習近平在主席臺上 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作出指示 還特意用手指在兩院報告上重重地敲了幾下說 這是在泄露黨的機密 中共政協主席王滬寧等人也參與其中 幫腔造勢 X帳號Patrick今天19日發文表示 事件起因是最高檢察院院長做的最高檢報告稱 2023年以國安為由 共抓捕或起訴超過了240萬人 這本是向習近平報喜的資訊 卻意外引發他的怒火 對於文革10年 全中共才抓捕了230萬人 而2023年抓捕人數卻超過文革10年總和 習近平感到不滿 另外 最高法院報告指出 民營企業必須要靠法律保護 也觸怒了習近平 民營企業要靠黨的領導來保護 才符合他的胃口 該報告認為 要喚醒沉睡的法律條文與政黨防衛 同樣引發習近平的不滿 網友表示 這句話在習近平耳中 有暗示他執政了10年法律仍在沉睡的含義 被這些內容觸犯的習近平 才會以泄露黨機密為由發出責難 Patrick認為 兩院工作報告已充分說明為何外國人不敢去中共國 外界無法瞭解官方數據涉及的詳細名單 這無疑會對外國人的安危造成威脅 針對中共最高檢以國安為由 去年總計抓捕或起訴超過240萬人 臺灣國策制庫兩岸關係組諮詢委員曾建源表示 此數字恐嚴重低估 除了逮捕激押城市外 還有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等秘密關押或國保跟堅等制度 這些法外手段長期被中共檢調警機關大量濫用 也是中共當局危害人權情節最嚴重之處 網路瘋傳的習近平皺眉閉眼照是真的嗎? 近日網路瘋傳一張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兩會期間的照片 照片中他閉眼皺眉 表情扭曲 也有多家媒體報導 政論節目討論時使用這張照片 不少網民懷疑照片的真實性 社交平臺上還有人指出 圖片中習近平的頭與身體的銜接與比例略不自然 有人留言 這應該是境外勢力用AI做的假圖 阿波羅網之前報導 該照片出自英國《每日郵報》3月11日報導 習近平出席全國人大閉幕會議期間 被媒體捕捉到拿起桌上茶杯喝了一口之後 緊閉雙眼皺眉頭 面露痛苦表情 報導指出 尚不確定習近平為何出現這種奇怪的面部表情 他周邊的人員似乎也沒有注意到 《每日郵報》的照片左下角標註來源為美聯社 但沒有提供其他資訊 亞洲事實核查實驗室 在美聯社圖庫搜尋習近平 隨即找到這張由記者NG韓官在3月11日拍攝的照片 經查核 這張照片並非AI生成 而是真實畫面 美英政府和聯合國人權高專 譴責香港通過第23條國安立法 香港立法會週二一致通過《基本法》第23條國家安全立法 涵蓋了叛國 破壞 煽動叛亂 竊取國家機密和間諜活動等罪行 包括美國 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和國際機構表達了此法案可能進一步限制香港自由的擔憂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週二對記者說 我們對第23條中所規定的涵蓋廣泛且定義模糊的條款感到震驚 這是由非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法會快速通過的 這是非常模糊的 我們正在分析這項立法 我們正在研究潛在的風險 不僅是對美國公民 而且是對其他可能存在的美國利益 英國政府週二也抨擊了這項立法 警告稱 這將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產生廣泛的影響 英國外交大臣戴維‧卡梅倫一份聲明中表示 香港新的國家安全法律的總體影響是 它將進一步損害這座城市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這一快速制定的法律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 敦促中國尊重和保護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福爾克爾·蒂克爾發表聲明說 令人震驚的是 如此重要的立法通過加速程序 匆忙在立法會得到通過 它可能被濫用和任意應用 包括針對異議聲音 新聞工作者 研究人員 公民社會行為體和人權維護者 越共政壇地震總書記接班人 國家主席自請下臺 越南政局恐再次出現動盪 上任幾約一年的國家主席武文賞 或遭貪腐案波及 自請下臺 美國之音報導 越南國會21日上午8時將開會 內容涉及武文賞的去留 武文賞星期四 正式上任越南國家主席 隨後宣誓就職 使言堅決答覆 另有部分海外粵文媒體指出 按照慣例 越共中央將在國會開會前一天 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武文賞的人事案 再將討論結果交付國會 以便國會代表做出一致性的決定 武文賞兩名舊部 包括前任和現任廣義省省長高科 鄧文明 近日因為受賄罪落網 貪腐事件發生在2011年至2014年 武文賞任廣義省委書記期間 越南公安部近來陸續逮捕一些永福省 永龍省及廣義省的官員 他們遭到福山集團董事長阮文後指控受賄 至於福山集團則因違反會計規定造成嚴重後果 遭到調查 目前也有跡象顯示武文賞可能大位不保 包括荷蘭王室原定3月19日至20日到訪河內 卻因為越南當局的建議 在3月15日對外宣布延後行程 這一國式訪問是應武文賞之邀 卻出於越南國內情勢考量必須延後 觀察家認為 這種理由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會減損和內當局的領導微信 越南政壇2023年初曾經歷一波震盪 時任國家主席阮春福因疫情期間一連串貪腐案 負起政治責任 於當年1月寢次退休 武文賞繼任 武文賞1970年出生 擔任國家主席時 年僅52歲 是越共中央政治局最年輕成員 外界認為 他能迅速躍升越南政壇四大支柱之一 主要得利於越共總書記阮富仲的信任 更被視為年近八旬的阮富仲所屬意的接班人 由阮富仲親自部署指揮的反腐運動 迄今已逮捕不少高官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打開小鈴鐺 按 banner airline shells銘接訂 你 按 bell 按旅 按旅